云林县胡伟金斗马拉松今天清晨名枪起跑,突破6000跑者,当中有39人挑战白马到600马的超级路跑,最引人注目的是,是赵马拉松陪跑员黄志村选择来胡伟挑战白马个人记录。 县长李静勇和胡伟阵长也起了个大早,到场为选手加油打气,李静勇说,一早看到跑有朝气蓬勃,精神抖擞,希望大家都能创下自己更好的成绩。 林文斌也说,路跑的路线,规划极佳,沿途可欣赏胡伟美景,赛后更可品尝云林油脂农特产,参观名胜,包括有机棉花田,倡议观光毛巾工厂及古鸡三馆汉塘厂。 胡马路跑协会长陈克昌表示,老天帮忙今天云林空气品质良好,适合做户外活动,但主办单位鉴于下午2。 5系悬浮维力及高温,以导致马拉松选手热衰竭,以加派志工与医疗团体协助,加强医疗巡逻及补给站降温。 参加全马组及超半马组的选手超过4000人,今天挑战白马到600马的跑友有39人,其中周天宝挑战个人第600马,主办单位沿途除准备烤鸡牛肉等让选手补充体力, 还出动钢管辣妹一路唱歌打气,陪伴超级白马选人都能玩赛,辣妹陪跑成为这场路跑一大特色。 现任中华市帐路跑协会理事长黄灿黄的陪跑员黄志村也参加挑战第一白场马拉松。 黄灿黄为感谢他平时的鼓励与无私奉献特业,号召近百名市帐篷友共襄盛举,他们更以集体代对唱歌打数的方式通过终点线场面温情感人。 黄灿黄是于二世纪年前一次严重车祸双眼市民,曾封闭自己直到接触路跑,让他从原本走路都有问题,到目前居然可以玩跑42公里圈马,充实人生。 黄志村也说选择来云林挑战自我,是因云林人行为浓厚,同时也希望鼓励更多人走出阳光,享受路跑制月,沿途有铜栽烤鸡和各种美食,让选手补充体力。 涂料信读者提供分享选手沿途欣赏美丽风景,记者蔡维冰摄影,分享视障陪跑员黄志村也完成赛事,涂灵信读者提供。 分享钢灌辣妹一路歌舞相陪,为选手打气,记者蔡维冰翻设,分享选手辛苦跑完全成回到终点线,记者蔡维冰摄影,分享钢灌辣妹一路歌舞相陪,为选手打气,记者蔡维冰翻设,分享。